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史无 本期的东京餐种人物志 我们继续来讲亚门的下篇 一起来看一下亚门被改造成餐种之后 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小宇吉安顶区的殲灭战结束之后 冰死的亚门被多多良带回了青铜树 被加纳移植了店长的荷包 改造成了餐种 最初看到人肉的时候 他在餐种本性的控制下 差点就吃了 但闻出来之后还是拒绝了进食 即便面对加纳对他说的 你会死的 他也拒绝进食 还鼓励被关在隔壁的龙泽 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还是一个人类 只是龙泽的意志比较薄弱 最终还是放弃了挣扎 而亚门则是在加纳的强迫下 被强制将人肉关入体内 让他实现了进食 不过因为亚门的坚持 光靠强制进食 根本无法达到加纳的实验目标 所以他将亚门定为了失败品 让青铜树的人进行抹除 在被带去抹除的路上 被涌进救了下来 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亚门在IE片中的第一次登场 是在走走目等人 决定去抓捕胡桃夹子的某个晚上 他出现在了CCG大楼附近的楼顶 从这个登场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学会了使用 赫子与库英克结合的战斗方式 唐导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在拍卖会结束之后 他出现在了青铜树撤退的路线上 袭击了青铜树的成员 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跟着黑奈的路线找来的 同时这里也提到了青铜树成员的身上 出现了共餐的痕迹 只是没有说清楚 到底是黑奈进行了共餐 还是亚门进行了共餐 在我个人看来 亚门和黑奈都进行了共餐 黑奈是为了让自己变强 而亚门更多的是为了补充体力 毕竟被改造成餐种 又拒绝进食人肉的他 身体根本无法支撑他的活动 所以共餐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这也是他在后面 为什么能够变成赫者的重要原因 从加纳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强制他进行共餐的 并且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亚门在逃跑之后 一直都在追寻世界的真相 在努力地看清这个世界 在夜雇佣青铜树袭击库英克斯班时 他在才子落当 并且被斯坎袭击的时候 挺身而出 救下了才子 虽然没有留下姓名 但也让才子深深地记住了他 所以才在后面 不忍对他出手 在流岛战役中 他在战役开始之前 就赶到了流岛 准备迎接这场大战 在龙泽将法师桥队全灭 击杀了法师准备了结真户的时候 他及时出现救下了真户 与龙泽展开了战斗 这也是他在被牺牲之后 第一次出现在了真户面前 让真户感到了吃惊 而他来到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救下已经误入歧途的龙泽 他希望龙泽能够找回自己 即便他已经犯了罪 他依然希望自己曾经的同伴 能够离开青铜树 去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 只是进食不完整的他 完全不是龙泽的对手 赫泽的行程速度 完全不如龙泽 被龙泽暴力的贯穿了身体 他的劝说对龙泽完全不起作用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 六月的出现扰乱了这场战斗 让他们不得不停止 看着龙泽就快要被六月击杀 实在不忍心的亚门 还是击飞了六月 救下了龙泽 随后他与六月展开了战斗 在侦脱六月的束缚后 咬了一口六月的脖子进行补充 想要借此 用出赫子与唐岛结合的能力 只可惜被及时赶到的 库英克斯般阻止了下来 独自以仍与库英克斯般 展开了战斗 在战斗中处于劣势的他 还不忘让龙泽带着真护先行离开 表示岸边会有同伴接应 还把自己一直戴在身上的十字架项链 一并交给了龙泽 对龙泽说自己相信他 同时还告诉龙泽 这一次一定要逃出去啊 用这一句话 击溃了龙泽的内心 将龙泽从地狱中拉了回来 同时也用这一句话 向龙泽表达了自己当初 没能救下他的愧疚 让我们知道了 他其实一直都将在耳时区 没能救出龙泽这件事放在心上 体现了他对于同伴的重视 在龙泽成功带着真护逃走之后 他又继续与库英克斯般展开了战斗 只可惜寡不敌众 他在战斗中 还是被瓜疆和小重创 在瓜疆幽影参远成功击他时 他体内参重的力量开始崩涌而出 实在控制不住的他 变成了半赫折的状态 开始暴走 重创了库英克斯般的众人 只能被武情击飞 是才子用自己的赫子压制住了他 才让他短暂的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面对才子问他 当初为什么要救自己 他回答自己认为那样是对的 同时也提醒才子 不要相信参重的胡话 他说不定下一秒就会被杀 在这个扭曲的世界中 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自己只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同时也让才子不要停止 思考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因为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行为 在快要再度失去理智的那一刻 他让才子赶紧杀了自己 杀了自己这个杀人犯 只是才子最终还是不容易下手 亚门在流岛战役结束后 被带回了CCG 成为了CCG的实验品 关在了实验室当中 这段在动画中 删除了他与六月战斗的戏份 直接让库英克斯般加入战斗 不过对于亚门的情感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在他与才子的对话之后 多了一个他逃离的画面 从动画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不错的衔接 但从整体上来看 其实让这个时候的亚门 少了一种情感上的挣扎 削弱了他在这个时候 强起金默的作用 有点太过于平淡 在金默等人 前作CCG的实验室 偷取阿西一之记的时候 他被逃跑的研究员唤醒 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 打破了实验舱的玻璃 完全喝酒化 与金默等人展开了战斗 金默本想亲自将他救出 带回黑襄阳 但因为自己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只能将这件事 交给龙泽还有黑奈 从他喝酒化的状态来看 他应该是被CCG又 进行了新的进化 喝酒化的体型 比龙泽大了不止一个尺寸 让龙泽和黑奈 完全陷入了被动当中 好在龙泽最终为了救他 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力量 才成功将他击溃 加上黑奈扔出的阿西一之记 才让他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将他带回了黑襄阳基地 这一段在动画中 是完全删除的 主要是削弱了龙泽 在整部作品中的情感释放 对于亚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动画在前面 给了他一个逃跑的画面 让他后面出现在黑襄阳基地 显得非常自然 来到黑襄阳基地后 他第一次见到了 没有戴着面具的金木 时候他又去了阿一咖啡店 见到了曾经杀害 真护无序的董香 在董香跟他说 真护小已经醒来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害怕去见真护 因为自己变成了 不仁不参种的怪物 也从没告诉他自己的生死 在董香表示 自己也想去见真护小 但又当心真护小介意 他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时 他也表达了自己 对于董香的情感 他依旧会对失去真护 无序感到痛苦和愤怒 但这些情绪 都不是对董香 而是对这个 让他们不得不如此的世界 由此解开了自己 与兔子的心结 同时也再次表达了 自己对这个扭曲的世界的愤怒 最后董香的那一句 只要能回来就足够了 让他将自己杯中的咖啡 一饮而尽 决定去见那个 自己思念的真护小 这一段在动画中 同样是被删除的 只是删得不像前两段那么好 这一段本身 是解开了亚门与董香的矛盾 以及从亚门的角度 将亚门对真护小的情感表达出来 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情感衔接 删除后 导致亚门后面与参种的合作 与真护小的见面 从最后的感情升温 全都变得非常突然与刻意 我个人觉得 是一个非常大的败笔 之后亚门前由真护家中 带走了海之星 将海之星带到了黑象羊基地 以此为血头 见到了苏醒过来的真护小 在为真护的对话中 表达了自己对真护的歉意 以及知道了真护目前对自己的态度 在聊完之后 有点陷入了迷茫当中 在见完真护后 他来到了天台 见到了同样因为 见完真护有点失落的金木 第一次与金木敞开心扉地聊起了天 说出了自己逃离青铜树之后的生活 与金木说开了当初 为什么不杀自己的话题 在了解到金木 为什么选择为参种而战之后 说出了自己往后想做的事 说出自己依旧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会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清这个世界将何去何从 即便这个世界是错误的 同时也在金木的话语中 知道了真护并非拒绝自己 只是为自己消失太久 突然出现感到害怕 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 这一段在动画中 放在了亚门区间真护之前 用来填补删减部分的情感 虽然让整体剧情看起来不那么跳跃 但就删减部分而言 还是严重削弱了亚门的情感表达 让亚门的情感变得不那么深刻 把后面他向真护表白的剧情 变成了完全是由他一个人想出来的 让整体变得非常突兀 是一个下下策的改动 在真护跟金木聊完准备离开黑向阳时 他在路上堵住了真护 用自己过完的经历告诉真护 即便是处在虚无当中 也可以好好去享受虚无 如果虚无是一种感情的话 那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自己会一直在真护身边陪着他 陪他享受这种虚无 直到他不再陷入虚无为止 借此消除了自己与真护之间的情感障碍 让两个人真正的走到了一起 在金木变成龙之后 他跟真护一起受到了永静的邀请 前去解救金木 在听到永静的那一句 我喜欢他之后 他也完全明白了永静 为什么要为金木做那么多的事情 好好保留地跟着永静 前去与东湘等人见面 所有又跟着永静 还有所有参种一起 出现在CCG大楼门口请求合作 面对于景逼退的言语 他挺身而出 告诉于景 搜查官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为了和平而战 用自己前CCG明日之星的影响力 以及坚定的信念 间接性地促进了参种与CCG的合作 随后他也跟着众人一起 为挖出金木而努力 在龙弃子开始袭击人类的时候 他也作为战斗人员参与了战斗 在金木被救出来之后 他也是跟着董湘等人一起 守在金木身边等他醒来 在金木醒来之后 将永静还活着 以及永静为金木所做的一切 全都告诉了金木 在东京保卫战中 他作为联合战线的一员冲在前线 在除时察觉到小丑众人的位置后 他率先到达了小丑所在的位置 对多纳发动了攻击 留下了多纳 与多纳展开了战斗 在战斗中 用自己独特的赫子杰和库英克的战斗方式 让多纳惊讶 这是实力上的差距 让多纳用分身包围了他 将他重创 在时候的战斗中 出于对多纳的情感 他一直都没有用出权力 即便找到机会 也没有下手 任由自己被多纳蹂躏 施龙折战出来询问他 到底为何而战 用他一直戴在身上的十字架项链 唤醒了他 才让他使出了权力 将多纳击溃 在听完多纳的一声后 他告诉多纳 自己怀念他做的甜甜圈 怀念他为自己盖被子 怀念孤儿愿大家一起生活的日子 纵使多纳把所有人都杀了 自己非常痛恨多纳 但作为被抛弃的孤儿 那段时间 真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日子 自己真的非常珍惜那些日子 最后他的那一句 孩子爱自己的父亲合作之友 在感化了多纳的同时 也表明了他其实一直都把多纳挂在心上 不知有恨也有爱 无论如何 他都将多纳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这也是他在小宇吉安定区的歼灭战中 被金墨击溃时 脑海里第一个想起的人 居然是多纳的原因 他也非常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 在东京保卫战结束之后 他和中呼一起踏上了走出虚无的旅行 就这样 结束了自己在整部参种中的所有戏份 在整部参种中 亚门的经历其实比金墨还要丰富 作为人类的他 从一开始就是被参种养大 一直活在父亲是参种的阴影当中 将自己对多纳这个父亲的爱 完全藏在了内心深处 只保留了对多纳的恨 并且在搜查官时期 将这种恨意无限放大到了所有参种 认为世界的错误都是由参种造成的 参种根本就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直到他遇到了金墨慢慢地接触到了世界的真相 最终被加纳改造成了参种 这种想法才慢慢发生了转变 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他跟真呼说的 自己最虚无的那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终于看清了世界的黑暗 明白了世界的错误 并不是由参种单方面造成的 正是这样的转变 让他接受了自己是被参种抚养长大的事实 接受了自己怀念的那些童年时光 接受了自己内心深处对多纳的爱 并且在最后在龙泽的引导下 将这一切表达了出来 即便他是一个那么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 都说出了孩子爱自己的父亲 合作之友这样的话语 同时也是这样的转变 让他决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这个世界 不再受限于任何认知 所以才在最后 和真呼小一起踏上了脱离虚无的旅途 亚门跟金木一样被改造成参种 但却拥有比金木更丰富的经历 是他被称为暗线主角的重要原因 他不像金木那样 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别人安排出来的人生 因为与参种的关系 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为参种而战 他是从一开始的CCG当红小生 变成了后面的参种软盘 一个人在大吉大罗中 经历了世界的黑暗 走过了金木变成参种的前期路线 也走过了金木搜查官的路 用人类的身份追查过世界的真相 甚至比金木多走了一段被参种抚养长大的路 在不同的阶段 用不同的身份 为我们展示了世界的不同 这当中 就有他作为搜查官时期 用绝对正义 绝对同恒参种的角度 为我们展现了CCG的正义之路 也有他变成参种后 用半参种半人类的角度 为我们展现了CCG的黑暗与世界的多变 一个人为我们展现了人类眼中的世界 与参种眼中的世界 用自己的情感 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立体性 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 从更多的角度 去看整部作品的世界观 而不是光靠金木作为独眼之王的角度 并且亚门暗线主角的身份 也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立体 更加的深入人心 亚门在整部作品中最难得的一点是 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但他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无论是搜查官时期 亦或是参种时期 他都是那个吉尔如仇 拥有绝对正义的亚门钢海狼 他的内心 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是错误的 最初他认为错误是参种造成的 所以他将他的绝对正义 用在了消灭参种的工作中 后来他发现世界的本身就是错的 他便将他的绝对正义 用在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上面 努力地用自己的正义 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去解救陷入深渊的龙泽 去解救变成龙的金木 他对于金手说的 搜查官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和平而战 这也是他一直都在坚持的东西 无论是人类时期的他 亦或是参种时期的他 都在用自己的绝对正义 去维护世界的和平 他在整部作品中唯一的改变 就是他对于世界错误所在的判断 所以他在改变后 决定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这个世界将何去何从 去看清楚世界上的一切 去做那个真正的亚门钢太郎 我们很庆幸 亚门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旗大落之后 还能够在最后 和真后重新走到了一起 去寻找他们想要的生活 在视频的最后 依旧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作为正义的前任搜查官 亚门钢太郎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 订阅 我是15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